头戴帝国王冠正式登基 伊丽莎白二世70年前成为一国之君 而这顶王冠与她相伴超过半辈子 只要女王在国会开幕典礼现身 几乎都会戴上这顶加冕仪式上的王冠 上头像着2868颗钻石 还有数以百计的彩色宝石和珍珠 不论过了多少年都能衬托出 女王的贵器 不过身为王室之主 女王的传家宝当然不止这一件 她作用300件价值高达1.1亿美元的珠宝 在大众面前最常出现的另一件珍宝 就是大不列颠王冠 这是女王祖母玛丽王后送给她的新婚礼 也成为女王的钟爱之物 在各个场合都能看到这顶皇冠 而女王平时出席活动公开佩戴的彩色胸针更是代表着内心的潜台词 像是中兴的经典皇家兰一直都是她的最爱 以12颗蓝宝石制神的胸针 也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婚礼胸针 身为王室继承者中女性低顺位威廉七岁女儿下绿帝公主 也将获得祖母戴安娜王妃结婚时 从娘家获得的百年传家宝石兵赛网冠 TVBS新闻中午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